好 那麼美國到底要怎樣 他們的中國委員會 他現在美國要開會 要討論共產黨對美國的威脅 他議程已經出來了 接著他希望夏季到台灣來開聽證會 一定是共產黨對台灣的威脅 另外美國要徵兵台灣 我看下一條 我說 美國有兵在台灣嗎 說有 這有30個 說徵四倍 我想這四倍多少 100到200人 就是其實人不多 不過他們大概是軍事顧問之類的 訓練 軍事顧問等等之類的 那另外美國中國委員會主席 叫做蓋拉格 他說武裝台灣 避免戰爭 把台灣武裝起來 另外中國委員會28號要開首場 228要開他們的首場聽證會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委員會 聚焦在中共威脅 到底中共對美國 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威脅有哪些 另外江啟臣就是說 他到台灣來辦聽證會 要顧慮台灣的主權 中華美國是個主權國家 你趕到台灣來辦聽證會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我們能不能互惠呢 立法院能不能到華盛頓DC去開個聽證會呢 可不可以呢 另外就是華盛頓郵報說 麥卡錫可能明年大選後訪台 其實這個標題不是這樣 麥卡錫可能明年 他的美國大選前訪台 就是說他講台灣 台灣明年是1月 美國是11月對不對 美國人要來為什麼 一定對他自己有最大利益 對他自己最大利益就是 他的選舉之前來 到時候CN FOX ABC NBC CBS 華盛頓郵報紐約 Times 全部都在報導他 到台灣來對不對 老共反應越大 對他越好選票越多 回去他就選舉他就會贏 所以他到你台灣大選前 也不是沒意思 但是沒有他在他的選舉前 可能性比較高了 但是到底什麼時候來 到現在都還未定之天不知道 但是看起來他似乎是要來 是要來的 我們看一下 外交部證實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 特別委員會主席 蓋拉格密訪台灣四天 和總統副總統 以及國防情報首長相談甚歡 而蓋拉格20號返美後 甚至說要在夏季前 在台灣舉辦委員會聽證會 但這難道沒有侵犯我國主權問題 我們跟美方之間的溝通無礙 我們經常也就雙方關心的 這些議題意見交換 那但是至於會議的這個內容 依照雙方的這個默契 我們不都要來說明 外交部則說我國一向歡迎 美國國會議員來訪 我們軍事範疇我戰備準備工作 要做得很好對不對 不過好要加強 這是我擔憂的 其他我沒有放來考慮這個範疇 美國在海外拜聽證會 據瞭解確實沒有規範要在哪個地點 2011年曾經在美軍駐阿富汗軍事總指揮部舉辦 主要是關注阿富汗安全和政治情況 只是當時是阿富汗戰爭特殊情形 畢竟聽證會要辦在海外 不只要考量經費和後勤問題 還有司法和外交爭議 連民進黨立委都跳腳 而此當蓋拉格來訪更透露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可能在2024年初台灣大選後訪談 蓋拉格先來探路看似台美友好 也在看中國大陸底線在哪 老陣怎麼看 到台灣來開聽證會 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國會議員就是喜歡作秀 你真的想要知道老中對你的威脅 你就問Chat GPT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還要開什麼聽證會 但是他這次很謹慎的 他那個委員會叫中國共產黨 他沒講中國 也沒講中國人民 所以他就很一貫的就是說 要把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分開 就是說中國恐怕我們不跟他為敵 但中國共產黨是好可惡的 他在分化 就大陸的說法 就是他在分化這個 中國共產黨跟人民 但是這一點不重要 我覺得今天要強調一個新的發展 就麥卡錫 你不覺得不從以前 我們都講麥卡錫 四月跟五月之前會來嗎 你剛才的解釋我不敢反駁你 但是我覺得重點在什麼 這個四月 五月 六月好像消瘋了 消瘋了 要明年我們一月選舉完以後他下來 那是他自己改變了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代表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民進黨已經重新評估 麥卡錫雅來臺灣了 對臺灣民進黨的選舉不見得有效 不見得是好 也許來了有搞抓了 本來還可以勉強賭個輸贏 現在變成完蛋了 所以他們內部的評估 一定有透過蕭美琴 或是我們駐美單位 去跟麥卡錫講說 也許要重新考慮 所以蕭美琴回來了 所以重新要考慮一下說 麥卡錫是非來不可 但是時間上是不是可以稍微喬一下 那喬到我們臺灣的投票日之後 那有一點我可以 要不然你等一下問瑋珊 民進黨已經不以麥卡錫的來訪 當作選票的洗票機 他怕了 他怕了 為什麼怕呢 因為臺灣的民心 臺灣的民情 對如何處理兩岸 對如何對付老共的這種看法 最近這幾個月做了一個徹底的轉換 我不敢講 也許都有可能 各種可能都有 也許各種因素加在一起 但是民進黨因此就不搞抗中保台了 不打老共了 我也很懷疑 你看這次夏立元去 把夏立元罵得多湊頭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除了這招 也沒有別的招對不對 麥卡錫來到底對民進黨的選情會怎麼樣 真的也很難評估 你說一定不好也很難講 這要看老共的反應的捏納 老共反應到什麼程度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對麥卡錫來講 最好還是在他選前 對他 我是想我如果是他 我是一個美國議員 我要作秀 我要選舉 當然是我選來 老共越罵越好 然後我就當選了 甚至包括眾議院共和黨 可能也都好了 來 韋山 你們民進黨怎麼評估 到底希望馬克思來 當然希望 應該說我覺得 不管是哪一黨的美國的議員來 我們都應該要去 鄭重的去接待 然後互相去交換意見 其實最近我們台美關係又進一步 只是最近好像新聞 大家都在吵其他的議題 沒有特別去關注 就吳釗燮我們的外交部長 就是終於踏上了美國的本土 到了美國AIT的總部 然後去進行 就一些私下的會議的交換意見 然後來去追一些關於軍購 或一些台美關係的一些合作案 那這個算是 近年來真的算是史上第一招 這個我們的外交部長 終於可以踏上美國的 相對來說是官方的這樣的一個機構 那其實過去 因為這個台美斷交的關係 所以後來其實包含台灣的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國防部長 還有外交部長 其實都是沒有辦法踏上美國的領土 但是當然到後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這個 所謂的台灣旅行法過了之後 不只美國官員可以來 台灣官員可以去 所以有更多更正式的外交上面的互動 就可以持續的進行 所以你看到台美的深化真的是 這算是30年來的越來越好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蕭米勤大使在美國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邦交的這種交易的狀況 其實是越來越進步的 那更多的承諾 其實每一次我們看到中國在威嚇台灣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實美國每一次都是第一次跳出來 然後去相挺台灣 所以我相信這樣的關係的深化 對我們絕對是有利的 這次老闆你怎麼看 吳釗燮 郭麗雄 雖然沒有到華盛頓DC 他們說華盛頓DC 但是這是接近了 擦邊 隔了一個河而已 在AIT的大樓 所以你怎麼看 我看到那個相片 其實我不太好意思坦白的講我心裡的感受 因為我講了人家又說我賣台了 又說我見不得民進黨在對美外交上有什麼進展 真的 我跟你講 吳釗燮 我覺得孤立雄還好 因為好不容易去走這一趟 可以到這個層次 雖然老美派出來的層級都是負的 也算也還好啦 也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並沒有完全對等 不過我們不要求 副國務卿 那孤立雄那個笑臉 我覺得媽媽服務就放你了 但是我覺得吳釗燮那一副笑臉 我們媒體叫燦笑 那個燦字用得真好 就是說你看看 我們有救了 這比國要天然 你後面都要煩惱了 你看我走到這個地方不死了 那個那種 那種我覺得 當然台灣這個光譜裡頭 如何對付老共 它是屬於一角 它是美國回來的鷹派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前途 絕對不能完全堵在 這個吳釗燮這種人的身上 我覺得這個是 絕對不是台灣的主流意見 絕對不是 其實你從那個賴清德的講話 我覺得其實 蔡英文他們想馬英再改變 原來是抗中寶臺 現在是和平寶臺 你說去年 培洛西來 為什麼 培洛西來 如果說 美國兩艘航母 繼續靠近台灣 讓老共不敢把台灣 團團圍繞 當然 他覺得我對美國會有信心 結果去年的結果是什麼 老共把你台灣團團圍住了4天 飛彈從你上空打 美國兩艘航空母艦是往東開 東離開了 再多往東開了500海里以外 對不對 所以你再加上烏克蘭的戰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從賴清德的談話裡面 你可以感覺出來 抗中寶臺 連民進黨的人自己都不敢相信 麥卡錫來 趙大哥你剛才講的 我絕對相信 他是為台灣好嗎 他絕對是為他自己的選舉 我跟你講 現在民進黨改成和平的話 他腳步會連歪 連自己人都處理不了 不過我向你講我的心得了 和平跟抗中 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和平是最後的目的 你要達到和平的最終目標 什麼中都可以 你可以抗中 你可以支中 你可以恨中 你可以親中 都可以 最後的目標是和平 但抗中是手段 你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我跟你講民進黨 在兩岸政策方面的腳 他講民進黨 他如果民進黨的腳步 會亂 民進黨的腳步就淋亂掉了 我覺得倒是國民黨 要好好想一下 因為國民黨的傳統講法 就是說 親美 然後就有日 然後和中 這個和字又重新檢討的必要 選一個更好的字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關鍵是在說 抗中絕對不可能達到保台的目的 也不可能達到和平的目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賴清德和平保台那個說法 是在民進黨1126大敗 剛剛大敗的時候 他們看到抗中保台這張牌 在選舉的時候不奏效了 所以這個轉變 但是我們觀察到 隨著美國加強 他對於中國大陸的圍堵 和他的這樣子的嚇阻的形勢之後 民進黨他現在採取是暴美抗中 就抱著這個美國 還是在打抗中 但他就迂回了 不像是過去 自己在前面更前進的打前鋒 第三個 麥卡錫在明年台灣的 總統大選後來台 他有牽涉到一個關鍵 就是說如果明年是民進黨的 總統當選人當選的話 麥卡錫的來台 對道路來講他就是攤牌時刻 那時候就不用軍演了 就直接打了 所以這危險性還是存在的 第三個 我覺得美國眾議院的 中國特別事務委員會 蓋拉格他們來 以及那些還有好幾位眾議員來 其實是非常非常值得關注的 你看他們關切的是什麼議題 他們關切的是 趕快交付這些美國的軍售給台灣 然後我們這邊 因為都到了烏克蘭了 對 我們這邊放出來的訊息就是 美國擴大了在台灣的駐軍 然後第三個就是台灣今年 就是要派這個部隊到美國那邊去疑訊 這透露出來的訊息是什麼 這透露出來的訊息就是 美國正在把台灣烏克蘭化 在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發動這個戰爭 烏東我講的不是現在一次 是之前克里米亞的這個事件之後 然後烏東的這個戰爭之後 美國就在戴訓烏克蘭的軍隊 然後現在他們就把這一套就搬到台灣來 而且看到了俄烏戰爭的狀況 就知道說 如果一旦台海發生這個戰事的話 台灣有武器支援的問題 所以現在一切都在朝這個方向準備 而這樣的方向 透露出來一個是極危險的訊號 就在於是說 美國現在的所有的這些的兵推和響定 認為2025或2027大陸有可能動手 他不是講假的 是講真的 如果美國已經共進去 opus3 2 2 3 2 3 5 3 5 感谢观看